新学期新气象 卢州区陆江国小不但有了展现的操场 原本内结合场也规划成为正规的篮球场 还有透明的篮板架 而在一旁的羽球练习区则特别画上了T1IN 希望激励学生可以好好的练习 过去陆江国小虽然有篮球架 但是因为没有正规的球场 多少影响学生练习的效果 现在学校规划了全新的篮球场 一旁的羽球场则画上了T1IN的图案 去年8月1号到陆江国小来服务 我发现陆江没有一个完整的篮球场 所以我也很惊讶 那么台湾的篮球运动人口应该仅次于棒球 就算孩子不会打烂 他也要懂得欣赏篮球 所以我做了新的两个篮球场 这个有艺术总监蔡修佳老师 特别提供这样的idea 说可以做一个台湾营的这样的意象 所以可以在球场的角落 画了一个台湾营的这个意象 那也鼓励我们学校的羽球队的小朋友 要认真练习 将来能够在奥运发光发热 这次整修不但有了正规的篮球场 连篮球架也特别选用了透明篮板 虽然价钱贵上许多 但是校长觉得既然要做 就希望能给学生最好的设备 这个篮球架是透明的篮板 这个透明篮板很贵 一个篮板大概快两万块 跟一般的篮板比起六七千块 我们是贵了很多 我想我要给陆江的孩子最高品质的 这个学习的设备 就给他们很高品质的享受就对了 有了全新正规的球场跟设备 学校也希望能好好培育对篮球有兴趣的学生 因此在这学期成立了男蓝队跟女蓝队 希望透过训练让学生有所进步 记者方见凯琳锦宇 卢州采访报导